擅长考场,你们都不要命了! 李福,难道你不清楚,擅长考场那是要杀头的! 这是雍正继位后的第一场合局,原本按照四眼的意思,是想从这一次的考试中选出几个真正的人才为他效力。 没想到,考试才刚一开始,作为副主考的李福,就发现,坏了。 雍正逆风的三道考题,不仅早就被泄露,在市井之内被人大肆贩卖, 而且一些考生还暗中夹带了让别人捉刀代笔写好的文章, 来到考场之内照样抄写,让一个什么也不会的混混,也能写出状元水平的锦绣文章。 要知道啊,李福之所以能够成为清流领袖,是因为他优护的,是天下读书人的权益。 毕竟人家寒窗数十年,等的就是能够在科举中金榜提名,靠自己的文章换来一个锦绣前程。 李福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,让这些人十年寒出的心血,毁于一旦。 于是李福第一时间经考棋泄露这些事情,汇报给了主考张晴璐,也就是朝中尚书房大臣张晴玉的弟弟。 哎呀,这真是多多怪事啊,皇上亲自书写,亲手封存在殿里的金柜里,为什么会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中,买卖于酒楼之上呢? 张大人,这考试得停下来,我们得立刻奏报朝廷。 你说张庭璐参与倒卖考题这件事情了吗?那还真没用,只不过碍于同事关系,争议之言闭以之言,让几个考生夹带了答案进来。 也就是说,对于考题泄露这一事,他是知道的,但他敢让李福停了考试,将这件事情直接向雍智上报吗? 说实话,他还真不敢,不然到时候搜查考生,找到那几个夹带答案的人,张庭璐也是难逃甘心。 虽然自己没有泄露考题,但这个夹带的罪名,他也承担不齐。 所以张庭璐压根就没有理会李福的建议,直接以,我是一把手,就要听我的为由,拒绝了李福暂停考试的决定。 这个时候,李福就面临着两个尴尬选择,一个是按照正常的流程给雍智汇报。 不过,按照程序来说,等到李福进官求见皇社暂停考试,估计四爷大概率不会允许。 毕竟李福虽然手里有考前他在伯伦楼里买来的试题,但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,考试之内有考生作弊。 到时候,自己反而还会被问罪,为何知道这件事情,不提前汇报? 而李福的第二条路,就是找到考题泄露的证据,在拿到了证据之后,再向四爷汇报,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全身而退。 所以李福出了考场之后,先是找了自己的主子三爷印旨,三爷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情,但也给李福指了一条名路,那就是让他去找李卫,并让李福放下他的名士派头。 关于李卫的性格,大家都知道,从小就是跟着四爷办差,维护的,是四爷的利益。 只要有任何事情对四爷产生威胁,李卫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 而且有时候,做事也不按套路出牌,所以当李福向李卫说明了情况后,李卫为李福分析了当前的局势,那就是他相信了李福关于考题泄露一事。 但他并没有按照李福的想法,去贩卖考题的柏轮楼寻找证据,而是将目标锁定了考场。 然后又当着李福的面召集兵马,直接带兵包回了考场。 其实熟悉雍正王城的朋友都知道,雍正设立的考场地点,是在京城的贡院之内,而京城内的兵权,都是由九门提督龙科多一人支配。 他一人掌管着京城九门的兵权,也就是布军统领衙门的兵马。 而李卫在调兵的时候,并没有向雍正请旨,也没有向龙科多借兵,只是让手下召集自己的兵马。 可见李卫的身边,一直都有一对兵马的存在,那么他查考场的这些兵马,到底是哪里来的呢?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说说,李卫为何会在京城? 李卫从一个支线再到后来的四品梁道,紧接着又生日不正时,关运可谓是一路亨通。 而这一次,李卫之所以会来到京城,使雍正又生日他为江苏巡抚,让他前往江苏推行新政,谈丁入母。 李卫是来到京城,向四爷述职的,所谓的述职,一方面是向皇上写恩,感谢皇上的信任,自己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来报答皇上。 另一方面,则是向皇上汇报自己之前的工作情况,以及之后的打算。 但是,你会发现,李卫在进京述职的路上,曾和乌司道路过山西。 他不仅将乌司道推荐给了田文静,而且还借给了田文静诸多兵马,让他带兵封了诺敏的藩库,找到了诺敏欺君的证据,让一个靠借银子,假装收回十几年藩库窃款的模范诺敏,瞬间成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。 你会发现,这个时候李卫身边就有兵马,而且还是一直跟随他的那种帮助礼服包围考场的,也是这一帮人。 所以李卫在包围考场的时候,并不需要向雍正请示,或者向龙科多借兵。 而关于这支兵马的来历,小剧觉得有这样一种可能,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当年九龙夺敌的最后关键时刻,老十四跟四爷私下达成了协议。 那就是四爷举药老十四为大将军王,代替康熙出征西北,同时拥有西北的十万兵马大权。 而老十四作为对四爷的回报,则是举药老四的手下严庚瑶,出任陕甘总督,负责接应朝廷送往西北的钱粮。 其实老十四这样做,除了想还四爷的人情外,最重要的一点是,此时他因为跟老八争夺大将军王这个位置,已经跟自己的八哥面和心不和,甚至就连老九都私下骂过老十四。 职人之面不知心,原来最想当皇帝的是他。 为了不让老八暗中设计,让他走之前西北传尔丹的老路,他选择了跟四爷联合,毕竟此时的四爷负责护部,送往西北的钱粮都是四爷负责的,以他的性格肯定会全力以赴。 再加上宁庚瑶担任陕甘总督,可以保证西北前线的粮草无鱼。 只不过老十四没有想到的是,虽然在打西北叛军的时候,四爷对他有求必应,然而,当康熙驾崩,四爷继位成为雍正后, 四爷还怕老十四会做出什么激进的事情,索性直接断了他的西北粮草,由每个月供应变成了每日供应。 而负责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李渭,老十四就曾因为这件事情大罢过李渭。 新人陕西不整死李渭,就是先前四个府里的小奴才,装供应我大军粮草的,为什么把暗月供应,改成暗日供应? 所以按照小军的才想,李渭的这只亲兵很有可能是他在西北做粮草的时候就已经拥有,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运送西北的粮草。 而当真的需要控制老十四的时候,李渭可以有自己亲兵便宜行事。 所以李渭手中的这些兵马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审根做粮草的时候,提防老十四的而训练的亲兵。 这也是奉了四爷的旨意办事,至于为何后来李渭的兵马没被四爷收回,其实也比较好理解。 作为从小就跟着四爷的奴才,四爷深知李渭的心性,对于自己有着绝对的忠诚,就连他的儿子都被李渭起名叫做了李忠四爷。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,在雍正的心中已经把李渭当成了自己的亲戚。 就像是三爷印旨对李夫说的那样,这件事情只有李渭能给你办,而且只有李渭亲子出马, 才能在雍正那里过关。一句话就说出了李渭在四爷心中的地位, 所以李渭能够拥有这样超规格的待遇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大家认为李渭的这只兵马是哪里来的呢?评论区留言。